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星期点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史廷伟 Mia 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廷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廷伟想要请问一下 星期点有限公司 是一间什么样的公司 你要不要跟我们来聊聊看 我觉得它是一个 就是我当初创立的 这个目标是希望每个人 可以找回自己 拥有幸福关系 所以它对内是 能够自我照顾 然后对外是能在各种关系上 都能有个圆满的平衡 那例如说包含关系经营 这关系就包含了像 亲子啊 还有伴侣 还有父母的关系 还有事业 金钱健康的关系 都能得到一个幸福的平衡 那另外还包含自我探索 例如说了解你自己的天赋 然后自我照顾 你知道自己的状态 然后知道你的情绪啊 或者是知道你的这个 怎么去好好的沟通 然后知道自己的自我照顾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就是 例如说疗愈的方式 例如说假设你心里有一些 过去的创伤或者是 想要疗愈的部分 我们有很多种 50种以上的疗愈工具 可以协助你 那另外有些疗愈的产品啊 的服务包含 像量子频率的产品 也可以调整身心灵 然后还有像柴油 还有这种空间喷雾 还有一些牌卡 那这些都可以去支持 我们每个人去找到自己 疗愈自己 那当然我大概有三种服务的项目 一种是课程 就是我自己设计一些像 欧卡咨询师的培训课程 然后还有像一些情绪啊 沟通的课都可以客制化 然后还有像咨询 就是咨询疗愈的一对一的服务 或是一对多的服务 那还有就是产品方面 所以新奇点主要就是 透过教学咨询产品来支持 每个人这个身心灵方面 得到完整的疗愈 刚刚这样子听起来 就是行为怎么有办法 就是可以整合这么多的东西 那真的是因为 出于就每一个人的需求不同 然后可是你在这个当中 你发现你真的有办法整合 对不对 对因为我自己是16年前开始学习 那我就发现说 自己非常的有热情跟兴趣 然后我发现我在支持别人的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感动 跟有热情有使命感的感觉 就是即使没有钱也愿意去做 所以当时就觉得确立这个 自己的志向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学了很多种疗愈的方法 像例如说系统排列 创伤疗愈啊 然后EFT啊 或是催眠 NLP等等的 那能够去支持别人 那我大概每个月会学习两门以上的专业 包含可能教学方面 身心灵的身心灵方面去支持 然后我就发现 我好像有这样的能力去整合我所学的这些东西 不管是教学上的整合 还是我身心灵这个专业的整合 都可以让别人可以很好的一个得到疗愈 然后产品上我也整合了很多元 所以我觉得我在我的公司上是能够把这个多元的项目发挥到最好 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这个最适合自己的体验 量身定做的这个疗愈体验 可以稍微讲一下 刚刚有提到课程对不对 那课程的这个部分 OCA是你目前就是很可以 甚至就是其他的国外的朋友也都可以来上 对不对 透过线上的方式 因为目前OCA课程是已经开31期 那是从实体转成线上 所以线上其实各国的朋友都可以参加 那可能有德国、法国、马来西亚、香港、大陆 或者是各种就是各种爱尔兰什么不同国家都有来参与 所以它是跨国界的课程 那这些疗愈师他都可以在线上做咨询 然后也可以实体的去做咨询 OK 这是OCA OCA其实德国 然后我们的有一个很棒的产品 这是你特别的 只有你们家才有的 也是从德国带回来的 对对对 像有些量子频率仪器也是德国的 那有个是我自己独家代理的 就是这个量子频率仪器 它里面是可以帮助睡眠 然后也可以让你的专注力提升 然后它里面有脉轮、滑金、经络的能量 也可以调节情绪 那也可以调节一些有害物质对自己的影响 可以让电磁波不影响自己这样 所以其实它非常的多功能 对 我们从这个新患疫情以来 我们发现就是现在的人 真的那一段期间关了很久 那个情绪真的 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 那就是帮助这件事情 然后在情绪这个关键点上 你怎么样带着大家看见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看见情绪的方式很多 那通常我们会先觉察自己的情绪 先辨识说我现在是哪一类的情绪 那我怎么样去觉察自己 所以像我有很多很棒的工具 像是牌卡、欧卡 或者是 就是让它去体验自己的身体感觉 因为有些身体取向的疗愈方法 所以它可以感觉这情绪在身体的哪个部分 然后它有什么样的颜色形状 然后去连接到这些情绪 然后可以连接到这个情绪背后 潜意识的是什么在影响自己 是什么曾经哪里受伤 然后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刚刚讲到潜意识 我们甚至还有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这个部分 然后在你的这个服务项目当中 其中有一个叫做系统排列 这可以帮助到小字一个人 或者是甚至组织都可以对不对 对 系统排列有分家族系统排列 还有组织系统排列 是 那它其实就能很快速的 帮我们发现问题的根源 就有点像是中医的概念 可能就是 西医的话我们可能就是 针对这个表面呈现的原因去做这个药物的治疗 可是像中医它就有点像是从根源去调整 那像系统排列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 例如说假设你金钱出现了留不住钱的问题 那就可以发现说 它背后可能是例如说你跟妈妈的关系 或者是你家族里面曾经有发生什么不当得利 或者是跟家族里面有些可能这个没有被看见的人 或者多他流产的小孩等等 就是他会发现一些比较根源的东西 是 那可能这个是我们表意识不知道的 表意识可能觉得说我个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自我认同都产生一些状况对不对 可是就有一位这样子一个来找你的人 从个人的这个问题然后得到就是被看见了 然后知道曾杰 后来全家都来找你啊 对对对 我曾经遇过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案例 就是有个先生他自己因为自己的情绪问题 常有莫名的情绪 OK 那他就来找我 然后就发现这个莫名的情绪啊 他因为有引导他去感受自己 他发现好像跟他的这个妈妈有关 OK 那他其实承受了很多压力 他性格上是一个很 就是别人对他很多期待 然后他就会把自己情绪是压抑下来的 OK 所以他其实非常的沉重 可是当他能够去感受这个情绪 他发现 好像背负了很多情绪 他想要去释放他 然后他就慢慢的 这个情绪他就松开了 然后他感觉到 原来这是来自于原生家庭对他的期待 那他还把这个期待带到就是他的 例如说夫妻关系啊 可能太太对他的期待 他好像没有办法去展现脆弱 就是说我就是要很强 可是当他可以开始去贴近自己的情绪之后 他慢慢就是松下来 然后他也觉得开心自己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平静 那他后来带着他太太来 那他来的时候呢 原本是在工作上有一些困扰 就是他也发现有些梦境是重复的 是是是 所以我就支持他 就是探索这个梦境 支持他去探索他工作上的事情 然后他也得到很好的一个疗愈 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 哦原来他潜意识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东西是卡住他的 然后太太就化解了这卡住他之后 他就也身体比较轻松 然后还有他们夫妻的关系 因为他以前可能觉得说 先生好像有点距离感 然后他发现先生开始放松情绪 可以跟他表达 嗯哼 爱 然后可以让他也呈现他的脆弱 他就觉得跟先生更亲近 嗯哼 后来他们也带着他们孩子啦 是 因为他们孩子就是在学校也遇到一些状况 嗯 然后孩子呢就是 也觉得心里很困扰 像不能表现不好的样子 嗯哼 那孩子就去 就是也跟我分享了他的这个状况 然后协助他 就慢慢的去疗愈他的一些心理的状况 是 那反而孩子跟妈妈是有点距离感的 嗯 可是在协助孩子跟妈妈都做了疗愈之后 他们后来关系就很亲近 是 所以那时候孩子还跟我说 他觉得他就很 就是他其实是有点眼泪的看着我 然后他就跟我说 谢谢你 他说 姐姐谢谢你 让我们全家人都这么幸福 就谢谢你帮我爸爸帮我妈妈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他们一家人在我面前 我其实真的蛮感动的 我就觉得说 在关系里面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 用自己觉得好的方式去爱对方 可是不知道说 其实我们很真实的呃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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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的境况很开心 OK 通常像这样子的 他已经真的疗伤了 那我们才讲说 一个人他认同自我之后 他的一个天赋更能够展现 对不对 所以你的这个项目当中 其实还包括天赋的 这个开发的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了解 自己的性格 然后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天赋 这样子你会事半功倍 对因为你会 能够专注在自己擅长的项目上 然后不擅长的就跟别人合作 是 所以我有很多的天赋 或是职业工具能协助了解自己 然后去支持到周围的人 那可以请婷委跟我们讲一下 你对于新奇典有限公司 在这么多可以帮助人的 一个项目当中 你还是会有所谓的 短中长期计划 对不对 那是什么 短期计划我觉得就是 能够在这个欧卡课程上 持续的去培养更多的咨询疗育师 OK 然后也可以就是开发一些线上课程 因为我会想设计一些 根据我发 我观察到还有来找我的人 他们需求的一些课程去设计线上课或实体课 或者是工作坊 读书会这一类的 OK 然后这是短期计划 那中期计划是希望培养这个疗育师的团队 那可以支持到更多人 让我们这个团队可以一起 有更多力量去不同的地方支持大家 那同时我也会不断的进修 然后也会有就是出版自己的牌卡跟书籍的计划 是 对 然后长期的话 我觉得就是能够不断的在这个海外 就是例如说我可以跨国际的去服务到世界各地的人 那我希望可以不限于在台湾也可以在各国 例如说可能去旅行啊 或者是我可能在各地我都可以去支持到当地的人 或者是那个透过线上的方式 也可以支持到不同地区的人 那这是我觉得希望的 那我也会不断的进修 然后去整合每次我所看见的东西 对婷委来说 疗愈这件事情有所谓的简单或困难吗 我觉得疗愈本身它并不难 就是只要我们心中 一个是来防着自己心中他有改变的意愿 其实这个就不困难 那再来是我们疗愈师的心中 有那种我非常热爱这件事情的感觉 我自然会找到最适合他的方法去支持他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个人改变的意愿 一个是疗愈师支持的意愿 这两个其实都能让疗愈变简单 因为疗愈不需要太复杂的方法 是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在疗愈的这个路上 像我们都知道嘛 那个印度有很多这种灵性大师啊 可是灵性大师从来就没有定位成他自己是拯救者 对不对 对 你自己在这个地方看见就是你是一个陪伴者 对 我过去曾经是拯救者 哦这样子啊 对因为曾经有承接到这个妈妈的拯救者的个性 也是靠自我觉察跟整理发现我有这个特质 所以我慢慢的就从拯救者回到我自己的序位 就是我是跟我跟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就是我不是用一个拯救者这个比较高的角度去支持别人 而是我真的能去看到每个人他他的力量 就是不需要去教他什么或者给什么建议 而是让他看见自己的力量 然后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活出自己的样子 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最重要的 嗯很开心耶 本来是那个新闻系毕业的后 对 自然这样子转过来然后就变成是疗愈系的 对 可是新闻系的这个训练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在表达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清楚 对因为新闻系它会训练表达书写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好奇观察力啊 是 那我觉得这个在疗愈界也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你的一个直觉力的这个部分 对直觉力我比较多是在排列师的锻炼上面越来越有感知力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可能看到一个人他不太需要讲话 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也会很快速的知道觉察到自己的状态 然后马上去做调整 嗯 嗯 其实欧卡很多的资商师都在用啊 你那时候为什么特别就挑选了这个欧卡 作为你的咨询 然后已经到了这个三十几期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规模 因为我发现欧卡它是一个非常不设限的卡 它是一个开放有弹性的卡 那我个人也是一个开放有弹性的个性 是 我就觉得说 因为现在不是有些人他都会去限制别人的观点嘛 就会觉得什么才是应该对的不对的 可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样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跟想法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是 那欧卡就是这样的一套卡 它可以让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去觉察到 诶我的潜意识是什么状态 而且非常快速 我可能一张卡就知道他的这个潜意识的状态 是 然后他的问题根源 嗯 例如说我有一次最 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 呃 有一个人他只能15 呃 好像15分钟给我咨询 好哦 然后我就给他 我就请他翻一张卡 然后我就告诉 就是马上告诉他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嗯 15分钟 呵呵呵 我觉得非常的惊喜 就是竟然 他是可快可慢的 他可以探讨一个小时 他也可以探讨很快速的马上找你的根源 是 OK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星期点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史廷伟 Mia 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你要去跟他听光是讲那些项目就已经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面前有这个灵性采油 对不对 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的都希望说 这些工具都是为我们亲自的能够得到疗愈 我们自己得到的力量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向 包括负向的这个东西都能够看清楚 然后都能够接纳自己 对不对 对 就是我觉得接纳自己的每个好的 每个不好的面向 那都是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也可以 就是我也会把这样子多元整合的这个疗愈方式 去支持到大家 是 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 就是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力量 然后也在关系里有很好的力量 嗯 再次谢谢廷伟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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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